今天我们几个走的比较远 翻山 上山的那头 就是从这个阿楼上去 到那个小杠坡那边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比较重 咱们今天有没有信息 有 不只能挺好 笨 你要全开一圈 跟腊肉似的 现在这松香味都扑鼻而来了 看这个油纸 这要是在阳光下一照 就得透红透红的 就这小油很好了 拿手机照一下看怎么样 照一下看看 手机 手机好像照不来 就拿那个电脑好了 能看出来吗 也能看出来一点 有有有有有一点红 对有 你看这油 关键是天不配合 这阳光一出来更好看 对 哎呀 这油嘎嘎地啊 痛痛的 从这一直到这 这都是一大块的琥珀木啊 其实这就是名字 我们家里引火做饭用的 那你整它完啊 不是 这盖油可好了 我想演一演就回家 咱能不能整回去回家烧火用呗 你说这这盖油啊 你看一点老愿着了 要过几天咱采一个历菜的时候 不理用的超菜吗 对啊 完了我心思 我整回去呗 这家这油还挺好的 你看 透透红的哈 透红是不是 全是全是油 全是油 这这行 一点老愿着了 而且这块还是实行的 对是吧 这行 哎呀妹吧你挺卖力啊 我这给它整回去 嗯 其实截着还挺累 家具 油多 又换班了 嗯换班了 我们今天来的这片山呢 就是红松树 也可以说是名字 特别的多啊 这这片山呢 是以前采伐 就是采伐过的 所以今天来找它来了 像这种呢 油还不算说是 特别透的那种 最透的那种 是满油全透的 这个呢 我们管它叫名字 也叫琥珀木 它是经过好多年 风吹雨打 陈列下来的 像这种 它里边有油呢 它不会腐烂啊 闻着呢 还有一股淡淡的松香味 所以在我们农村呢 就包括现在我家里 用它点火 烧炉子 做饭 用的全都是它啊 有油 一点 扫下就着了 像这样的呢 它有油 它就不会烂 而且特别的实诚 你看像这种呢 这个边料和这个树干 它没有油 它时间长呢 它就烂了 就腐烂了 这个油脂就非常好 红透红透的 像这个名字呢 在我们这边呢 有好多用它做摆件 做雕刻 就是雕刻各种形状 还有的用它做手串啊 所以什么样的料呢 就适合做什么样的 它这种东西 有一样好处 就是说 做成成品之后 或者是像带油的东西 你放到什么时候 它也不会腐烂 它也不会去烂 因为它里边有油 所以这个油脂也特别的满 这个好 必须这家伙你瞅这个油 还有 跟辣肉似的 你瞅瞅 这家伙真好 真红啊 透了 透了 必须透 透光 这如果要是那种太阳光逐一些更透 对 看 透亮了 这满油了 满油 这个行 这个拿回家吧 必须的 这个光咱里头扫了 是不是来个活动呢 这光 可以 这都透了 这样的木头呢 它都是 以前彩阀留下来的 都已经腐烂了 因为它里边有油 所以它才不会辣啊 这不是属于我们乱砍乱罚啊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 没毛病 没毛病 对不对 这样照就感觉通透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嗯 看 往里头一照 挺透 挺好 因为它里边有油脂 这松香味真浓啊 嗯 松香味都出来了 这个油也挺好啊 挺透啊 挺透啊 阳光没照呢 感觉都这么透 对 跟那个 让我想起了腊肉 哈哈哈哈 好了一上午的时间 就这个是最忠我意的 你看这这个油 油透油透的 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了 准备要下山回家了 毕竟一天了 这时间真不抗云哈 是不是啊 明哥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关键上山给我没有 带不够我这咋的 你说 哎呀 看我明哥都会说话 哈哈哈 我我我老妹啊 我觉得大家别误会 明天明天我不带 上山了就带我老妹上山 带我兄弟上山吧 从武士顺带啊 你顺带 他是我们队伍的啊 你先搞明白啊 立场啊 现在我妹子 你现在是加入我队伍 你说好好点 我妹子改变阵营了 加入我的阵营了 是吗 不可能 哈哈哈 好了 不说不笑 不热呢 这期视频到这了 喜欢 跟我们留个关注啊 马上还有20天左右 我们这边开始给大家上山 踩山野菜了 拜拜了 朋友们 拜拜